我們在拍的時候 其實沒有人知道 哪一隻狗會發生什麼樣的狀況 我們就是進去之後 我們就先掃一遍那個人 每個人就是各自去走一圈 看每一龍的狀況 然後他就跑過來說 欸那個花 你去幫我做一張龍位表 每一個龍子都畫出來 然後這次我要加什麼 這次我要加什麼 然後那時候我就被擠一秒 我也會取名的是 因為我們必須要溝通 而且我們不可能跟他一直說 A4的黃圖狗 不可能這樣子溝通 所以我們用一個代號 取名其實很痛 一取名就感覺好像似乎 關係又更 close一點 拍攝拍到一半的時候 阿賢打電話跟我說 他們沒有辦法 因為一個很長遠的 很有大愛的 很有目的的一個目標去做 我們就放棄 發生在我們前面 就是這些即將要終結的生命 明明就是在呼籲人家 要去領養這些狗 不然這些狗就會被殺掉的一個影片 但是我們一邊拍卻 看著很多的狗 就是因為沒有人領養 然後就病死啊 或者是被安樂死在獸肉鎖裡 所以他們決定 要救狗 好 沒事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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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檢查一下有沒有說病而已 真的 請 好緊張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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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的打架或者是爭吵 但他就是完全面壁 他不想要看 他不想要面向獸龍鎖裡面 他只是想要看著牆壁 很安靜的一隻狗 然後直到他龍鎖裡面的一隻狗 慘死 然後我就趴在他旁邊 然後一直在發抖 他的眼睛裡面 非常的恐懼 到了後面 他整隻狗 跳到那個網子上 那個龍子的網子上面 整個趴在網子上 一直狂哭 我記得我去看他的時候 他鼻涕已經兩條 這樣掛到這邊了 其實那時候我是 我可以做的事情很少 我只能等 等他撐過那段時間 把他接回來的時候呢 他真的超乖的 就是 超乖的一隻狗 就在後座這樣子 也不哭也不鬧 然後就靜靜的趴在那裡 坐在我的車 然後我就把他載回台北這樣 回到家的時候就是 也不喜歡吃飯 就是想辦法拜託你吃一下 然後拜託你喝水 拜託你尿尿 就是一個小 憂鬱小王子這樣子 結果呢 後來等到他復原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 我就覺得他就是 帶回來的時候 像是寧財城 可是復原的時候 就像豔赤霞 他就把我們家整個東西 咬亂七八糟幹嘛幹嘛 就是養狗就是會有這種 很奇怪的這種體驗 然後我已經很久沒有 跟一個就是生物 這個影片能夠幫助到多少的改變 發生多麼好的影響 其實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只知道 他比沒有做還要好很多 覺得你生命中的第一隻狗 會教你很多的事情 他會教你認識狗的世界 教你如何愛一隻狗 然後當一個好主人 然後好朋友之類的 你的第二隻狗 第三隻狗 你就希望你不要用買的 如果你有這份知識 或者是接觸的話 也希望你告訴身邊的朋友 就是收容所謂很多的狗狗 就是等待你去改變 他們的世界 那如果這個影片 可以做到這一點點的功能 我就覺得 一切都非常的值得